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 大家经历了高考 也度过了可能这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暑假 现在也是时候收拾好心情 去期待充满未知和精彩的大学生活 大学对于每个人可能只有一次 在我看来啊 清华的这四年应当这样度过 当你回首四年时 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在你毕业时你就能够说 我把青春的热血和拼搏的汗水 都献给了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清华时光 清华无限大给你无限可能 在清华就要赶梦赶闯 赶梦要赶在平凡的世界 找到不平凡的价值 梦想这个词啊 实话说在当下有点泛滥 似乎每个人都会问你 你的梦想是什么 问多了反而会让梦想悬在空中一般 高不可攀的同时又显得廉价和脆弱 难道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重要了吗 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这个过程中 一头扎进了三情大地 跑到煤矿去打工 跑到田间低头去睡觉 他把生命献给了这本书 献给了他所挚爱的土地和岁月 更把这土地和岁月所成长的最动人的力量 献给了每一个读者 其实梦想这个事啊 没什么高大伤 它深深扎针在我们最平凡的世界里 大一暑假 我随对赴甘肃五味进行褚席实践 当地的西北气候很干热 给生产生活 包括我们调研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同心的一位小伙伴 他很细心默默记下了这一切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两年后 当他站在清华特等奖领奖台时 带着的 正是针对西北干热气候而自主研制的空调 他说 在博士阶段 我会继续在大一时我就萌生的想法 做最民生的科研 他做到了 而且会一直做下去 这是他的梦想 在清华我们有很多机会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大三暑假 我的一个好友到哈佛医学院进行海外研修 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和美国最优秀的神经外科团队合作 用计算机视觉解决了开颅手术规划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和导师一起在这个领域的顶级期刊发表文章 就是这两个月的暑期海外研修 让他第一次了解并热爱上了智慧医疗 当他回国以后 每次跟我聊起健康大数据 聊起智慧医疗 都会美肥色舞 他说 兄弟 这是我之后十年要干的事 如今他带着这样一份热爱 远渡重阳 继续深造 他们及他们的梦想 其实是许多清华学者的所以 这些梦想很平时 但是很扎实 当你努力去奋斗 去实现它那一刻 你会发现平凡的事业中 不平凡的价值 不学须智也 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 非智无以成学 感梦在清华 希望学弟学妹们都能够在这珍贵的 清华四年时光里 找到那份最有利的方向 敢闯 就要学会永不延期 今天咱们紫禁区的篮球场 网球场都装上了灯光 可以开到晚上十一点 灯光球场建设这件事 可是经历了几代学生会人的努力 从一开始学生会提出建设灯光球场 但是由于方案不够成熟 没能得到落实 到学生会的同学一步步去论证 调研来去证明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获得学校的支持和认可 再到学生会配合学校完成调研 学校的大理事实下完成建设 让每一个清华师生都能够在夜晚的球场 挥汗如雨 这一路可谓并不容易 这期间我们也多少次想到过放弃 有的时候啊 就是那一股闯劲 大二的时候 我参加挑战杯跟优化赛 为了赶工期 我和几位队友正月初六 纷纷从学校 纷纷从家里赶回学校 做设计 找厂房 甚至有一次我们运输材料 为了节省 节省经费 我们四个人蹲在了面包车的后卫箱里 跟原材料挤作一团 极归的时间 我们无数次陷入困境和绝望 但是我们都扛了下来 那段日子很苦 但回忆很甜 苦心人天不负 我心肠胆 三千月假 可吞雾 对于我们青年人 要闯的路很长 它甚至贯穿我们一生 但敢闯的那股子劲 相信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都能够在清华的这四年里 找到很多的挑战和机会 去模拟它 去塑造它 希望大家主动争取 珍惜这些机会 清华无限大 给你无限的可能 在清华就要改梦 就要敢闯 在平凡的世界 找到不平凡的价值 永不延期的去追 行胜于言的去创 最后 我不能祝大家 在清华的四年 学习生活一帆风顺 多些风雨 多些苦难和挫折 终归是件好事 五字班的学弟学妹们 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请大胆放下你们曾经的光环 真心悦难自己 和身边每一个兄弟姐妹 不畏惧未来 不留恋过往 肩并肩向前迎接新的挑战 记住 你身边的每一个兄弟姐妹 是你在清华最大的财富 五字班 加油 期待你们给清华带来新的精彩 谢谢 谢谢